抗日神剧能有多雷人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把观众雷得外焦里嫩的抗日剧情 金星老师还是保守了 在如今的抗日神剧中 手撕鬼子 手榴弹扔飞机都是小意思 他们还能人体发射鱼雷 看下面这段 男女主正在追击鬼子间谍 不了鬼子早有准备 直接登上船开始跑路 眼看鬼子一点点远去 此时急火攻心的女主 开始发表僵直言论 大姐 你能游得比船快 你厉害 随后有两位大哥开始船出现的 拿鱼雷炸堪比航母级别的出云号 还是抗日神剧的编剧敢编呢 更离谱的是 你们这破船要怎么发射鱼雷 但接下来男女主的操作简直太秀了 居然抱着鱼雷在水里游了起来 不仅成功追上鬼子 还人工发射鱼雷 将船炸穿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 猛马敢死队也很离谱 剧情连逻辑都不正常 就比如这集 敢死队穿着鬼子的衣服潜入基地 为了以防万一 特意留下一名队员在门口放风 很快被打晕的鬼子醒了过来 只见队员非常淡定 举起机枪就吐吐了鬼子 我都不想吐槽着五毛特效 为什么鬼子不留一滴血的画面 更离谱的是 机枪吐吐的动静这么大 门口站岗的鬼子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心思你这机关枪也没消音呢 之后敢死队在撤退的时候 被鬼子发现 遭到追击 可跑着跑着 只见他们突然回头 拿起机关枪吐吐 这次连五毛特效都不给了 只剩枪声音叫 导演咱们这个剧组就这么穷吗 最后不知道是不是敢死队 过于英勇神武 鬼子们居然动也不动 站在那让他打 最后鬼子们被轻松团灭 整个打仗过程跟过家家一样 但是最离谱的抗日剧情 当时下面这部抗日骑侠 主角没有蚂蚁就打催了鬼子 剧情刚开始 大家一起商讨 灭鬼子的战术 然后骑侠就提出了他的妙计 我跟你说啊 现在是咱们的人少鬼子人太多了 咱们跟他应聘肯定要吃亏 所以呢 我们要用蚂蚁做战士 把他们吸引到后山 然后全部的消灭人 对于这个听起来就很离谱的办法 现场其他人竟然一致同意 且嘖嘖称奇 之后骑侠带着一对人 躲在后台前扶 等鬼子走近后 骑侠立刻将责弹 全部打在蚂蚁窝上 随后蚂蚁就源源不断的 从窝里爬了出来 然后对鬼子们展开了 惨无人道的攻势 就这样 鬼子大队在一枪没放的情况下 被蚂蚁解决了一干二净 对此我不仅表示 你但凡打的是个马蜂窝 观众都好想一点 就这种无脑剧情 到底是给谁看的呀 导演完全是把观众当傻子看 当一部抗战剧 被拍成偶像剧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行业该整顿了 崭新的制服 豪华的办公别墅 再加上游的发光的大尾头 你能想象这竟然是一部抗战剧 没错 这就是当年演到一半 就被观众给骂下架的雷霆战将 雷霆战将又名亮剑3 虽然打是亮剑的名号 但这部剧跟我们熟悉的亮剑 简直天差地别 前者是抗日神剧 后者也是抗日神剧 只不过后者这个神 是神经病的神 光说从服装造型来看 这部剧就已经过被吐槽一万遍 作为一部抗战片 这剧中但凡是有点身份的角色 每个人出场都是复古大油头 广佛不油不凸显身份 而八路军不仅有红号办公室 女兵们也是个个身着裙子 搭配小高跟 主角更是一登场 就迫不及待摘下帽子 向观众展示她那精致的发型 以及定制款军装 男儿也不凶多让 上战场的动作堪比走秀 之后的剧情更是证明 这部剧的主创没有多么悬浮 完全没有展现当年抗战的艰苦 其中有一幕 男主前往男儿驻地的片段 男儿不知道是故作谦虚 还是假装客气 竟然表示自己条件艰苦 我这是临时驻地 条件艰苦的 没什么拿出来招待你的 来愣着干嘛 别客气了 快吃吧 看着男主站将大快朵一亮子 屏幕前的我馋得泪流满面 你管这叫艰苦 那我可能是难民 也难怪这部剧播到一半 就被叫庭下架 甚至被人民日报发文批评 但凡导演和主创人员 有一个看过近代史的 也不至于将观众们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 不少抗日神剧的主创 仿佛都没听过 八路军粮食紧缺 长征时期 甚至要扒树皮饱腹的故事 有这段剧情 只见一个女兵 拿出一袋烧饼 给每人分了一块 然后其他女兵迟迟没有下口 一副很犹豫的样子 我刚开始以为 他们是舍不得 吃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女兵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我沉默了 都吃吧 这以后 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此外 有些神剧中的道具使用 实在让人感到火大 比如在这部剧中 八路直接用鸡蛋 当靶子来练枪 这可是抗战年代 战上连吃顿大米饭 都相当于过年的时期 你拿鸡蛋当靶子 而且在本剧 不光练枪用鸡蛋 打枪还用鸡蛋 鸡蛋仿佛用不完一样 按这个设定 这支部队应该负得流油 至少不愁吃不愁喝 然而之后又偏偏安排 这个情节 来体现主角们的条件坚固 实在是不知道导演 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 道具敷衍也就罢了 有的抗日神剧 连场景布置 都在把观众当傻子 看看这部剧中 鬼子身后的背景 这墙面 这瓷砖 这亮堂堂奶儿一地灯 要不然他俩的鬼子制服 我还以为这是一部 现代穿越剧 敷衍成这个样子 也难怪观众生气吧 直到看完 貂蝉大战丧时 我才知道 原来抗日神剧 已经发展到 穿越爱情题材了 而在编剧的脑洞下 剧情和人物设定 也越来越离谱 我都不想吐槽 这俩日本兵交流 为什么一股浓浓的方言口音 因为之后 貂蝉的出现实在操作无口 故事的背景 发生在三国时期 吕布因为战场失利 不堪其辱之下 选择了紫金 为了救活吕布 貂蝉穿越时空 来到抗日时期 随后力大无比的 他开始绣操作 先是扛着 百八十斤的方天画戟 在天上飞来飞去杀鬼子 更离谱的是 他杀的还不是一般的鬼子 是被细菌感染后的 变异丧尸 打到过程中 貂蝉的手不申被划破 这怎么回事 一定是血液可以克制丧尸 那问题来了 如果血液可以克制丧尸 那丧尸制造出来 有什么用呢 咬个人就自动梗屁了 总之在该片的神设定下 貂蝉最终成功 从日本军官那儿 找回吕布尸骨 然后用自己的血液 复活了吕布 两人从此过上 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 貂蝉好歹还只是一个人 张卫健这部带着 三十个尼姑抗日的设定 我真是绷不住了 不得不佩服编剧的脑洞 白白净净的女尼姑 组团打鬼子 完全想象不出来这个画面 故事刚开头 男主要酒喝的场面 就让我忍不住吐槽 大哥 别的战士在前方欲绝奋战 你在后边喝得不亦乐乎 好不容易男主装够逼了 上场了 冲锋时敌方的子弹 却向长了眼睛一样 直打旁边龙套 主角光环还能再明显点吗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这部剧 到底想表现什么 尼姑也能打仗 还是尼姑为康日做了巨大贡献 除了剧情设定离谱 康日神剧还致力于造神 这部康日神剧 就直接塑造了一个超级大脑女巴露 剧情一开始 一群巴露正在被鬼子追击 因为这位女巴露身上的密码本 非常重要 据他所说 这个本子上的密码 能破解鬼子所有电报 而面对如此多鬼子的追击 巴露君长官知道 很难突围出去 于是发出命令 对于长官的命令 女巴露也是一脸懵逼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紧接着 几位战士开始围起人肉墙 作为掩护 把女巴露包在中间 给他创造环境 在如此危险的场景下 女巴露开启了最强大脑 进行密码扫描 看这画面 我一度以为他要进化了 什么乱七八糟 总之最终 女巴露成功记下的密码本 并完美默写出来 而我搞不懂的就是 就一个小本子 你最终逃出来了 为什么没把本子一起带出来 你要没逃出来 记下密码又有什么用呢 当然 在抗日神剧 一切都是合理的 这种小bug又算得了什么